社門保護区在台北市議員 立委含在地上款立場的建政之下 由市長今晚安來為新的社門店UK中心來開幕 由市長飛躍自己在社門店世界的日子 也介紹了UK中心裏面的地方 為了要換到上款 市長也歡迎在前後飛躍的UK都來試圖 社門店是國際觀光客 在台北一定會去的行程域 每個月都會去到UK10萬人住 以前期間也受到嚴重的衝擊 今年以後UK到達會留相款也給所當中 台北市長久晚安請上紅色衣服 本期第一的工作人外 讓不去台北市的吉祥物最讚 駕駛行李 來向大家來介紹吉他面臨的設施 台北市長久晚安回憶去自己在國中的時候 常常來到西門的萬年大樓來睡不時又有著子 會去電影宴還是吃米室 過去在國外露行的時候 都沒接受過的個市個用的路客服務 說明現在的路客中心 剛才要讓UK的基本的祝福 更加要進行個市個用便利 更可能讓我們都願意訴求 在地文化擁有美食 更承載很多老台北人記憶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高中就常常來西門町 我想都是大家非常美好的回憶 那我想今天我們這個遊客中心最主要 其實是希望我們能夠迎接 接下來許多的國際觀光客 我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哇 所以這個泰國旅客趕快去找回他 非常著急要尋找的錢包 因為裡面可能有信用卡有些證件 所以他非常的感謝 然後他有提到說 過去在新聞上面看到 台灣人是非常的友善善良 他這一次終於見證到 所以我想除了我們的硬體建制 其實我們貼心的服務品質 更是吸引觀光客最大的亮點 這問題尤其中心 建造經過國黨的改造 有講的題材也有自信的幾台 外圖休閒的空間還有駕放行李的服務 提供性別優先便宿 還有市民宿 甚至還有手機的充電 還有腳踏車簡單危險的服務 並且還有設計其黨的派出所來修好帝安 這裡的UK可以輕鬆得到 多眾議員的入郵主順 不用再大包小包流汗來洗家 記者邱伯婷帶把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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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